哈囉,大家好,我是狂人 今天普洛斯傳記第一季的第十集 當作第一季的完結篇 那第二季呢,還是會繼續拍下去 這個系列其實非常冷門 所以製作的時間往往很長 但是觀看量在沒有那麼好的情況下 製作起來就相對的比較辛苦 那我們就來回顧一下上一集到底演些什麼呢 基諾斯的野心非常大 他呢,為了要召喚出很多的魔物 所以在實驗室弄了很多召喚詞 後來呢,他選定了這個武術道館 並且帶上了非常多的複製人 準備打開殺戒 後來複製人全員到齊之後 他就到了武術道館 後來呢,他到了道館非常的壞 先是解決了十字劍 後來又往後走,把蛇咬拳也給解決了 最後連這個道館的主人聚合鐵也不放過 後來呢,三隻角色都躺了 他還有他們交代遺言 狂人把基諾斯博士這隻角色在波羅斯傳記裡面 把他寫的特別邪惡 也正是因為特別邪惡 我們也才能夠充分的理解到 人性之中善以及惡 究竟又有什麼樣的差異呢 後來呢,聚合鐵躺了 原子武士突然感覺到不妙 他的劍正在發光 用劍導出了影像 看到埃圖、聚合鐵被欺負了 原子武士馬上趕去救援 後來呢,走到一半 基諾斯博士把路給擋住了 派出很多的複製人 這一集就在這個畫面中結束了 第一季最後一集 第十集也馬上要開始了 進行第三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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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楽な道なんてないさ 見えない体は自分の弱さ 志を高く抱き 茨の道を行け いくつもの試練を乗り越えて その意志をつらるピーターン 研ぎ澄まされたジャンプを掴め 登ることない時を 刻め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